现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大家听听经济学家怎么说 就是当政府缺钱的时候不是发振 而是直接要求央行给他印钱 说你给我印点钱 印点钱给我 我拿来用 因为我缺钱 这就叫什么呢 财政赤字的货币化 老百姓都知道 如果说一个政府能够随便印钱的话 这是很可怕的 钱就不值钱了 这个在历史上 事实上从这个人类产生质币以来 就一直存在 纸币为什么大家害怕 就是如果所没有节制可以随便印的话 那么纸币是不值钱的 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就是由于赖发货币等等 导致一个国家破产 导致一个政权灭亡的情况 实在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咱们也有啊 当年国民党发那个金元券 那政权都丢了 政权都丢了 所以我们讲就是一般情况下没人这么干 但是现在我看到 居然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大康 大家就在讨论说能不能这么干 有人说应该这么干 到政府缺钱的时候 应该让央行给他印钱 拿了钱然后去花 有些人说不对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甚至有人拿出很多很多的货币理工来解释 什么货币塑料 什么现代货币理工等等 有人还解释说欧美为什么现在这么干 我们为什么不能干 我想告诉大家欧美也不是大家理解的随便可以印钱 它是有严格纪律的 比如说美国 美联储虽然讲说市场需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提供 也就是说我可以给你印 但事实上这个话本身可不是这么没理解的 它是为了确保市场不出现流动性 而不是说到政府缺钱的时候随便可以印钱 如果美元可以随便印的话 全世界谁还去抢美元 整个美元体系就崩溃了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所以我特别不明白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就是到政府缺钱的时候 它绝对不可以随便去印钱的 不可以随便交央行的印钱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基本道理 现在居然我们经济学圈子里边 居然就这个问题在争论 真的我觉得党子太低了 太丢人了 我过去讲过一句话得罪了很多人 我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 为什么 因为在经济学理论里边 我们基本没有什么原创的东西 都是搬用别人的东西 欧美的一些经济学理论 我们如果能够把它完整的搬用过来 而且深白净靠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我们认为就是经济学家 就很牛了 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知识搬用工 你在档次元应该高一点 也不应该这么低端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常识 如果说一个政府随便可以印钱的话 它的钱是不值钱的 如果说随便印钱可以创造繁荣 可以走出危机的话 那么京八部位应该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 对吗 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 很简单的道理 你居然在这个地方还真 还用什么理论 还弄了一个非常吓人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我经常看到一些装神梦鬼的 说什么 只要讲投资的时候 你听他是卖 建议都没有 但是你假设什么 阿尔法 背他 再说几个凯恩斯 巴瑞特 牛的不行 好像他挺懂 其实狗系不懂 所以我们说 政府坚持不能再缺钱的时候 随便印钱 让央行给他印钱 这样信用体系 就会崩溃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别挣了 挣这个特别丢人 最近这个经济学界都在讨论一个话题 就叫财政赤字的货币化 我看到很多打看 都加入到这个争弄里边来 让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 财政赤字的货币化 你听起来很学术 其实翻译过来 特别简单 用一个大北话去讲 就是什么 就是到政府缺钱的时候 政府没钱了 政府没钱怎么办 那么一般情况下 政府会发国债 发债券 向老百姓借钱 然后到期的话 把钱还回去 还要支付利息 那么 财政赤字的货币化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到政府缺钱的时候 不是发债 而是直接要求 央行给他印钱 所以我印点钱 印点钱给我 我拿来用 因为我缺钱 这就叫什么呢 财政赤字的货币化 老百姓都知道 如果说一个政府 能够随便印钱的话 这是很可怕的 钱就不值钱了 这个在历史上 财政赤字的货币化 就会导致钱不值钱 就会导致经济危机 甚至威胁到一个政权 一个政府的生存 之前的金元券 已经导致了国民政府的彻底的崩盘 这个是非常的得不偿失的 不可取的 不应该怎么做 这个事就不应该讨论